好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放映的这部纪录片 名字叫什么呢 赶快考你一下 《星云传承》 对 《星云传承》 那么今天我们要请绝培法师 上台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掌声欢迎 绝培法师是国际佛光会的秘书长 高教授 宝和尚 各位所有与会的贵宾 大家下午好 大家下午吉祥 这个纪录片实在是不敢当 高教授指定说要我来讲 其实实在 实在真的是不敢当 刚刚顺着李涛老师讲的这个 从迷茫的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怎么走出一条人间的希望 这部影片高教授呢 他们可以说从 这几年来大概2007年 就开始展开了筹备 然后前后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 其实 《星云大师》呢 不乏有许多的人要拍他的故事作为电影 不乏有很多人说 他的故事值得做成一个纪录片等等的 但是呢 《星云大师》从来没有答应过 坚持反对 真的是坚持反对 他一辈子他很讨厌造神 他反对造神运动 他说今天的佛光山在全世界 他常说不是我个人 是大家一起 也因此呢 他一直坚持反对别人为他拍任何他个人的 哪怕记载着他的一些所谓的这些美好的这些所谓的纪录片 他都不愿意 前一天我们才问完大师师傅说不肯 怎么第二天高教授去了 一谈之后大师说好好好 我想那个是家师跟高教授数十年 莫尼之教的友谊信任 还有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高教授了解他 所以这个影片开始展开 其实跨越了好多国家 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日本 菲律宾 甚至到巴西 到印度 那么前后呢 总共现在看起来有三部 第一部是初心 第二部是新云传承 第三部是佛教靠我 我们身为弟子其实非常惭愧 看到高教授团队大家呢一起 留下大师很多对人间佛教的诠释 对这个社会他抱有的一些观点跟看法 当然呢高教授他们也从不同角度 从世界各地 在佛光山坐落在各地 也许是从法师 从在家居士 也许是从社会不同的人物 来看西云大师这么一个人 当然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身为弟子 其实是既惭愧又感谢高教授他们所做的一切 在大师的角度说他不愿人家拍他 在高教授的角度呢 拍了大师这么一件事情 那我们身为弟子的角度是怎么一回事呢 跟各位报告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佛光山是什么 就是去那个理解 我们很像是在 鱼在水里不知道水的感受 我们在人间佛教 大师给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希望这个社会更好 然后我们非常认同这样的价值观 然后我们就这么去做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也不觉得 始终不觉得没有假日有什么了不起 就没有假日 当然我们今天走这个选择 就是我们内在有很深厚的价值感 希望这个社会更好 所以没有假日没有什么 没有薪水当然也没有什么 为什么了不起 这是我们一种使命 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刚才说像 鱼在水里不知道水是什么 一直到高教授他们把这部影片拍出来之后 我们才发现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这么一回事是什么呢 等一会儿你们可以自己看 但是怎么一回事 这背后我就在回思 为什么高教授跟大师的感情可以这么好 他们不一定建立在共同的所谓的佛教信仰上 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信仰 那个内涵 是对社会教育的重视 然后对文化的传播 美好的文化传播的那份坚持 高教授跟大师每次在一起 谈不完的话 尽管昨天大师打电话给高教授 第一句话 高教授 我好想念你 所以我就可以感觉到 他们两位的茉莉之交 其实等一会儿你们看到这部影片 我相信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西云大师 不是从佛教的信仰角度 纯粹去看出大师他到底在专注什么 他所推动的又是什么 然后他的弟子们 大家拼着命 在全世界三百个道场 八十个国家 一千多个弟子来自二十六个国家 可是呢 没有人盯着我们 也没有人天天在过问我们 上下班 没有 当然刚才说没有薪水 没有假日这是当然的 可是背后靠的是什么 也许这部影片可以供养给各位 有一些些不同的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高教授 谢谢来发声音 谢谢 看了这部影片 大家是不是都 好像都不太敢出声音 因为大家声音都会有点像我这样哽咽 没有人知道说 今天早上出门参加论坛会哭着 在论坛里面掉泪 所以 在这里呢 我们一起来再次感谢 远见的团队 感谢高教授 感谢 王发信人 为我们带来那么棒的一个影片 让我们社会媒体人 我们可以在今天 就是学习了那么多 就是真的是非常很有收获 我相信我们应该大家都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们 谢谢 但是我们的活动还没有结束 活动还没有结束 不过我们是想趁这个时间 想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因为其实今天呢 除了有很资深的媒体人在现场的话 其实我们现场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是 就是刚刚几位得高望重的前辈们说 所谓的这个90后的学生 那种我们跟他活在同一个时空 但是不同的世界 或者同一个世界不同时空的人 是不是 好 那很快的 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第三场的专题论坛 那第三场的这个专题论坛呢 我们的主题是 以真善美传播新未来 是 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主持人还有语谈人 首先我们欢迎主持人吴兴迪 吴兴迪是 我们新加坡报业控股 华文媒体集团旗下的 联合早报以及联合晚报的总编辑 是 再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三位语谈人 第一位是李燕秋女士 我们有请 詹诗恒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燕秋女士 对 再下来的语谈人是绝培法师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绝培法师 再下来这位又是我的上司的 我又要慎重介绍 好 曾玉琳先生 我们有请西中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曾玉琳先生 好的 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辛迪 大家下午好 这招是跟李涛老师学的 但是李涛老师刚才对节奏的掌握 他滔滔不绝地抛出一个又一个的议题 那么跟我们的语谈人这样子来碰撞 这个我是学不来的 这个是多少年的这个经验的累积 我只学到一个东西 那就是以后 如果我要答应 成为一个主持人的话 我就先查一查 我上一场是谁 如果是李涛老师的话 我就绝对不会再答应了 你们刚才看到的 刚才那一场 真的就是一个 电视的那种 鸣嘴开奖的一个现场直播吧 那我今天三位语谈人 其实跟上一场的语谈人 都是一样的优秀一样的出色 但是我要跟你们说声抱歉 你们今天落到我手上 如果你们的掌声比刚才上一场少的话 那一切都是我的错 那我们今天听了一整天的那个 座谈 都是在谈媒体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这一场有点 我们这一场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有一个聚焦 有一个聚焦 那个聚焦就是我们要看未来 一个新的未来 媒体我们能够扮演什么 那么可能在谈这个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主讲者 我滑手机 不是因为我是90后 每隔五分钟就要滑一次手机 其实是因为资料都在我手机上 有练过 有练过 我很佩服 刚才青江总编 为什么看手机不用戴眼睛啊 没有老花 你看 我们今天的三位预讲人 我想先介绍一下绝培法师 绝培法师是国际佛光会的秘书长 有些人可能知道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他在少年的时候 到了阿根廷 在那里求学 先上高中 后来在那里上大学 他念的其实是建筑系 但是他后来放弃了 这个阿根廷工程师的这个工作 主要就是因为他在一个 因为缘的关系 机缘的关系 他在西班牙 他有机会担任我们星云大师的这个翻译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他隔年 就是96年的时候 他就决定出家弘扬福法 那么 对不起是97年的时候 决定出家弘扬福法 所以今天我们欢迎绝培法师 那么另一位呢 是在我最右边的 曾玉玲 副总编辑 执行副总编辑 他是新周日报 那么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我们说这边今天有很多在场的是 很多90后的 他可能也算是90后 可能没有 或者说应该这样说吧 就是你们这些90后的年龄 可能还不足以跟他的 在媒体业所服务的那个年资来比 因为他告诉我 他在媒体业服务了30年 非常资深 能够坚持到今天30年 那真的是不忘初心 另外在我右边的 李燕秋 他当过记者 22岁那一年 就当上了主播 有最年轻的主播的这个美名 那么当然在台湾很出名 这个就不用说了 刚才在聊天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昨晚去了夜市 去吃榴莲 吃榴莲的时候 摊贩一看到他们夫妇俩 就说韬哥 秋姐 就立刻认出来了 但是听说并没有 因为认识他们是韬哥 就跟秋姐 就给他们打折 没有 他们还吃贵了 吃榴莲一个一百块 新币一百块 吃贵的 肯定是吃贵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题吧 我想 我们刚才看了 《新银传承》 这个纪录片 我们可能先从这个来开始谈 我们早上还有下午的时候 可能在谈媒体的时候 的一个聚焦是媒体在怎么报导 这个政治这方面的 但是政治其实只是我们媒体报导的其中一块 其实我们媒体还报的其他很多的事情 包括人文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就想说从 沿着刚才 《新银大师》的那些精神 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么我想请教我们的上位预讲的人 你们觉得可以从《新银大师》的身上 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 不管是个人也好 或者是媒体也好 能够怎样的 从他的这个身上 学到一些东西 得到一些启示 能够把这个《真善美》传播开来 可能我们先请《绝备法师》来谈一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刚刚那部影片呢 如果说找出那个keyword 那个关键字来说 各位可以看到 比较鲜明的一个叫教育 你们刚才从影片当中 也看到佛光山其实 开始并不是为了建寺院 是为了办学 是为了培养人才 所以教育还是一切的核心 如果我们今天讲说媒体的教育 其实全民都应该具有媒体的素养 尤其现在是一个自媒的时代 我想这个教育观念 我想也就是让后来 西云大师带的弟子到全世界 哪怕把我们坐落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城市 尽管是遇到枪林弹雨 刚才你看到菲律宾那一位 永光法师 他常常遇到在政变的时候 扮演那个枪声 后来他说 还好我有个好处 枪声跟炮声分不太清楚 所以继续待下来 还有各位你们熟悉的 绝尘法师 他是曾经在南美洲 曾经枪抵着他 我想可能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可能会说这个地方因缘还未到 我该回去了 可是他却说我找到了 我来这里为了什么 我想找到每一个存在的价值 这背后确实大师给了我们很用心的 不断的给我们观念的教育 在教育上让我们知道 我们出家是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社会 第二个很鲜明的另外一个字叫给 这个给也是从头到尾 很多人也曾经说 大师的佛光山今天是给出来的 确实佛光山从给学生读书 到学生来了以后 越来越多没有人 你说殿堂不够 那么盖了一个大杯殿 大杯殿盖了以后人家要来拜拜 从各地来的善男戏女要吃饭 所以我们给他们吃饭 所以有了潮山会馆 佛光山很远 很偏僻 所以呢 可能来到 从台北来到这儿晚上都很晚了 所以要住 所以给他们住 所以给吃饭 给住 给大家一切的方便 后来呢 学佛要给大家方便 在各地建立了道场 给大家方便学佛 这个给这件事情 确实后来我们回想 确实是大师后来开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第三个就是各位看到一个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 我想它是一个共识 能够大家一起一定有强烈的 使命感 共同的目标 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胸襟这两个字 因为集体创作里面来自 形形色色 文化不同 语言不同 我们有26个国家的出家人 语言也不一样 性格当然就各有不同 只是如果没有他是这种大胸襟 我们现在宝盒上领导我们 还是我们现任的宗长 我们这些师兄弟 个性真的是都很不一样 宝盒上有时候也要挺忍耐我们的 所以这个胸襟确实是一件 领导者很大的修为 那如果你说他怎么能够有办法 那个创意 与其说他是创意 不如说他不断地倾听 每一个不同时代的需要 所以他说人间佛教是佛说的 人要的 善美的 净化的 这个善美的 净化的 固然我们在这边不断地在探讨 但是能接地气 这个人要的这件事情 是不容易的 它必须要打破一些过去既有的框架 然后不断地倾听时代的需要 所以刚才你们可能也看到 会传法师有讲到 要扩大参与的人口 是音乐 是艺术 是体育 扩大更多人 让佛教走近 让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还有我刚才忘了讲 这个教育这一块不是我教你什么 而是我看到你的哪一部分的天赋 所以你们刚才看到在非洲 那些女孩子我们从事妇女教育 只是他们喜欢跳舞 他们听到鼓声就跳起来了 在菲律宾那么喜欢唱歌 在巴西他们喜欢踢足球 完全就是开放 然后让他们展现他们的天赋 这种教育 所以我说 西云大师他 与其说他也是一个宗教家 但是他更接近也是一个教育家 以上我用这样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绝备法师 我也是同样的 刚才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给 真的是一个先给的那个精神 而且提到了说要给人家欢喜 给人家信心 给人家希望 那么刚才绝备法师也提到了说 在给的时候也要细心地倾听 人家要的是什么 你不能老是给一些人家不要的东西 我想这些都作为一个媒体人 得到了许多的启发 那么我想说也请我们其他两位媒体人 也来分享一下 你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启发 特别是在从中能够得到什么东西 是能够在帮忙我们去推广这个真善美 这方面的 可能请林区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 大家好 我想先安慰一下我们这个吴总编辑 因为不要觉得很艰难 因为在这个会场上还能超越李涛的只有我 所以你不要觉得太有压力 然后我又很有 我认识只有他能够超越 我又很有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 所以我想我也就能够再低调一点好了 就不要太招摇 另外呢我觉得曾副总编辑 我也要再说一句 因为刚才介绍他有30年的媒体资历 那很不好意思我 我已经迈入了第34年 虽然 我不太想跟各位说我10岁就开始了 但真的已经34年 所以整个媒体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很有 在我心中是有很多的一个想法的 我以为你是三年前才当主播的 那您也未免太不真了一点 好 其实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那天我在家里发呆发了一天 就脑袋就打铁 整个僵住完全想不出来 我到底要讲什么 叫传播真善美传播未来 然后李涛就回来了说 你的讲稿写完没有 我说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他说怎么会呢 你怎么会想不出来要怎么讲呢 我说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为什么写不出来 因为我发现在我的职场里面 我没有碰到的事情 它已经是不存在的事情 我很难把它能够表达出来 因为这个真善美这三个字 在我的经历的职场生涯里面 它越来越消失了 我很难再把一个消失的东西 把它拿出来做一个具体的一个阐述 所以我真的脑袋打铁打了一天 后来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辅大 辅仁大学 台湾辅仁大学的校友有没有 有啊 记得我们辅大的校训吗 好 不记得 这个小学妹要回去好好再重修 辅仁大学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 我是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的 我们学校的校训很有意思 叫做真善美胜 所以那是我在大学进了学校以后 这个学校就是告诉我说 我们这个学校希望我们的学生培养出来 就是要有真善美和胜 那一直到现在我在职场上三十多年了 然后我看到西云大师其实在每一年都 十几年以来都在推媒体的真善美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从我二十几岁进了大学 就一直到现在都应该沐浴在真善美的这样子的教育 和这样子的气氛当中 但是我发现我却越来越难找到这三个字啊 所以我在想我今天到底来干什么呢 我想我就是来做学培法师的对照组 他讲真善美 我就讲真善美的对立面叫什么 叫假 恶 丑 这就是我们媒体现在 我觉得我真善美我讲不出来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媒体走到了一个假和丑和恶的一个地步 是怎么样的情况 跟各位举个例子很有意思 台湾有三个研究所的学生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做了一条假新闻 这条新闻怎么假法呢 他们说一个女孩养了一只狗 结果这狗过世了 死了 这女孩又很想念这个狗 突然发现狗回魂了 回来找他 为什么 因为她发现狗饲料掉到地上 还有她的床的旁边有那个狗的狗毛 所以她想说这个狗是回来找我了 所以她就很 就是把这个假的事情编了一个故事 发到那个Facebook上 用互联网发出去 结果呢 然后再用这个讯息呢 发给台湾的七家电视台 看有多少家电视台会上当 各位猜呢 四家电视台都做了这条新闻 因为从互联网 从Social Media来 而且还有电视台非常认真的去找到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就胡说八道一通 说啊 这个狗怎么样怎么样 它多么的 然后那个 访问的记者还跟着女孩说 你不要掉掉眼泪 这样子我们拍起来会更加的感人 好 这条新闻就这样做了 然后他们就 整个的过程就拍了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后来还得奖 因为这就是代表整个台湾一个电视媒体的弱智 但是这个事情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这个实验发生在2007年 就已经做完这个实验 今年 2019 各位觉得 现在如果给七家电视台 会有多少家用 七家都会用 所以大家看到这十年来 媒体的演变几乎是往下走 不会再往上提升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假的东西 恐怕会将来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 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不光是媒体要造假 这个我们政治人物不是也在 看到他们也在造假吗 大家看到这个 CNN在这个 11月22号就是上个礼拜 他们发布了一个统计数字 他们每天都在做一个统计 他说上个礼拜啊 这个川普总统一共发了53个错误的 这种声明和讯息 他自己发了53个错误的讯息 另外呢 像我个人有在Facebook上做一些评论 那这很有意思 那很多的一般的媒体 他们就会引用 我说这谁谁谁在Facebook上讲 我宁愿他们用我的 用我的这个言论 因为我有名有姓 我还不希望媒体现在引用 就是说某网友说 他的说法就已经变成一个代表性 我宁愿他们用我的 我的言论 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 有媒体用你的言论之后 他也不是造假 他照样把你的抄了一遍 然后呢因为他自己的媒体是有立场的 所以他就会加上一些情绪在我的身上 比方说 李燕秋对这个事情愤怒地表示 我心想 哇我这么甜美 怎么会愤怒呢 我哪有愤怒呢 后来还有呢就是讲一些就是说 李燕秋对这个谁谁谁怒呛 就很爱用这种网络字眼怒呛 我心想我从来也不会说是呛别人之类 我只是可能酸一酸吧 但是这个事情就会在Facebook上出现 我刚刚还收到了一个别人传给我的 就是说我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 又被断章取义 把我中间的话截掉 就前跟后把它凑在一起 做成了一个好大的图 然后发给所有的群组 现在所有的Facebook上或者是群组里面 都在传我这张图 这张图的最后就说 李燕秋认为大家应该要支持蔡英文总统连任 因为他做得非常好 我心想我从来没写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态文 但是他们就可以把我的文章整个剪掉 然后就变成一个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的假的制造 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去面对 或者是怎么样去更正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被造了假的新闻 被发现了之后 当事人其实都很苦恼 所以这是一个假的东西 我想说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在做假的东西呢 后来我分析一下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要充流量充点阅率嘛 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广告收入啊 所以做了假的新闻 点阅率很高 广告会进来 第二个就是政治或者是个人的私人的利益 第三个呢讲不出来什么原因 大概就是神经病 就觉得我做一条假新闻引起了骚动 代表我的影响力 我看到这个就高兴这样 所以照样 长新闻照样来做了一大堆 所以我觉得这个假的东西 会继续地下去啊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达到真善美 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 恐怕是真的没有大师那样子的情怀 和那样子的决心 和那样子的使命感 我觉得这个恐怕会越来越恶化 就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来看 所以当然还有媒体的恶 媒体的丑 那我先不耽误时间 我们有时间我们后面可以再来谈 好了 燕区老师跟我们描述了 现在可能是 特别是台湾媒体 但是我觉得全球也可能是如此 的一个现状 但是星云大师有说过 他说我们没有失望的权利 唯有媒体可以救社会 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地看一看 我们能够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那么刚才燕区老师 谈这个假新闻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了 为什么我们 如果我们 不知道是不信 如果有一天需要到法庭上 去做证人的时候 一般你都要宣誓 说 你不只是 you will tell the truth 不够 tell the truth还不够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三个 所以就是 你讲真的东西还不够 你还要讲the whole truth 因为有人可能就把你断章取义了 你可能真有讲过这一句话 但是你没有 但是人家把你断章取义 所以还要tell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因为你可能讲了十句 九句都是真的 甚至九句半都是真的 但是有一半 有一半句是假的 可能你整个的东西就 误导了别人 这个就是假新闻的这个危险 这个危险 但是 让我们不要 这个 没有信心 特别是 玉林总编 您在 就是 在这三十年里面 我知道你也 其实也负责过这个 复刊等等这些 是不是 比较能够多 因为 若富康可能跟政治 比较远离一点的话 是不是能够有多一点的真善美 您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心得 谢谢 谢谢吴总 当仁祥找我说 高教授是 我来这个 论坛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的时候 我回去就想 我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 特别值得 来跟大家讨论的 我想想 高教授找我 可能 他知道我在报馆 做了三十年吧 做了三十年 做牛做马 三十年 怎么样也可以 耕耘出一点东西出来 跟大家分享吧 所以 我这里就想跟大家 只是分享一下 我工作上的一些经验 其实看了 刚才看了大师的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有时会在想 大师一辈子做这么多的东西 大家都说他很伟大 其实我在揣测 大师会一点都觉得自己不伟大 因为他只做他自己 认为应该做的事 这些伟大的这个 占预都是我们给他的 可是他本身并没有为了这些 去做 所以我一直觉得大师 应该也是一个 相当简单的人 这一点我自己跟大师 我可能自己会有点体会 因为我自己也同样的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因为就像刚才 几位主讲人有讲到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对未来的这个媒体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看法 媒体有怎么样 各种不同的现象 可是 对我自己 我作为一个 还没离开学校 就加入了新洲日报 因为我当时是 新洲日报的学生记者 我还没离开学校 我就加入了这个报社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一做就做到今天 所以我说 不是报馆不能没有我 是我不能没有这个报馆 因为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做很多东西 媒体可以做很多的这个东西 30年来我其实我 我调教过很多的这个 我跟很多个同事公司过 结果很多公司也被其他的 这个机构啦 其他的领域花脚 又要讲到我们吗 不是啊 可是呢 有时我就跟我 我的朋友谈起 我是不是这么糟糕呢 因为甚至是我教出来的一些 新同事都被花脚 花了这么多 就是没有轮到我 后来我的同事就告诉我 你别想了 因为你的额头 就搁着新洲日报 四个字 所以你已经和报馆和二为一 没有人会叫你离开 这个新洲日报的了 所以我就 一混就混了30年 好 我这么说 我其实主要是 想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有些时候 简单未必不好 我就认定了这个报馆 或者媒体是我的这个工作 那么我觉得我可以 我应该 已经可以在这个 媒体这个行业里面 做些什么 应该做 必须做的事 我就去做好了 这个时代 这个时候 因为时代在不断的演变中 有时我不会去想的太远 30年50年 可能每个五年 就一个新的 完全不同的时代了 可能想的太远 我觉得可能到时候又是另一番的局面 我就只想好 现在我该做什么 我只要完成我阶段性的任务 那么就好了 所以看到今天的这个 谈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 深善美传播的这个新未来 我在想 对于我来讲是非常简单 未来是什么 该怎么样 那么你现在 你就去做吧 因为有太多的这个说法 太多的这个理论 太多的这个方式 可是有些时候 有阵子 我对自己有点恐慌 我对自己有点恐慌 我看了一些书 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可是后来 我觉得生命太短了 生命太短了 我们该做的东西太多了 没有办法全部 一样一样的去试验 所以我只好选择一个 我觉得我相应的方法 我喜欢的方法 就去做吧 然后呢 从此是一个错 就让他戳出一朵美丽的花来 就是这样而已 谢谢 所以对于玉林总编来说 展望未来最重要 可能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要把握现在 把握现在 但是我们总得 特别是今天 我们在场有好多的 这个年轻人 我们不能老是给他们 就是刚才说 五年之后 会不会有些人 愿意加入我们 媒体这个行业 我们不能吓坏他们 那么觉得说 今天听了之后 我就觉得说 可能这个行业太嫌恶了 我们还是离开的 我们要给他们一些正能量 跟一些信心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他们 勾画出一个未来吧 那么这个未来 你们三位 从你们各自不同的专业来看 你们觉得未来是什么 虽然我知道 要预测未来 特别是在现在 这个科技 不断在热心悦意的这个时代 要预测未来的确是不大容易 要说预测未来五十年 要预测未来五年是什么样的 一个世界可能也都不容易 那么刚才我们在上一场听到了 AI会是主导未来的其中的一个 但是除了AI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 可能我们请三位都来谈一谈 你们构想中的这个未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我们同样我们请绝佩法师先来谈一谈 谢谢主持人 其实说现在要探测未来 我们现在听到人工智慧这件事情 我们就觉得好像一个很奇特的感觉 包括说这是一个无人店 没有人驾驶的车 我始终觉得人跟人在一起 它最可贵就是那个温度 那种情感 那种被知道 被理解 被接纳 不晓未来那个所谓的人工智慧 能不能取代这个部分 所以我在想未来的世界应该也是两极化 就是当科技发展到一个尖端的时候 可能反机械化的时代会出现 过期我记得我在读建筑的时候 确实有一个叫做解构主义出现 解构主义的思想 它那时候盖的房子是 盖得好好的就敲掉一块 其实破其实立的开始 我觉得人类走到一个阶段 它其实在大量的 我想海量的这种资讯 到最后刚刚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 包括说乱 假 到处充斥 我觉得刚才今天也讲到说 可信度不断地往下走 那是不是会走到一个未来的时代 是更弥足珍贵地看到诚信的重要性 这时候这家报社 它坚守着诚信这件事情 它给了我们有依据有证据的 它是真的 它是一个不是乱的 不是假的 那是不是它会更弥足珍贵 同样的人也是一样 在充满了 刚刚我们说人工智慧出现 它可以被很多 但人工智慧取代了我们很多工作机会 可是相对的 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 人会开始 会更期待人与人之间 不是虚的世界 而是一个实的 我跟你在一起相聚 一起好好的坐下来吃个饭 然后谈个话 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人永远都是在追求一端 可是呢 在互相拉扯的时候 有另外一端也会跳起来 所以它也会带来我们另外一种的省思 那当然呢 心病的人口增加 人与人就开始很冷漠 看似坐在一起 好像可是楼上楼下 父母亲都还是用lite彼此的互通 这个我想慢慢地冷漠到一个阶段 人当然会 开始也会开始找回那个东西 那个温度回来 还有我觉得人工智能 它可以复制人脑 但是不能复制人心 所以人也会开始走向一个 开始重新去思索 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它会让我们再重新地去找回那个最原初 如果今天人工智能能取代这个取代那个 那我人的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 那我觉得会重新有另外一波的省思 我觉得那也不是不好 还有呢 当然在信仰上 我觉得不再会是盲从吧 因为我曾经听这个颜长寿先生说 现在对年轻人来说谁是上帝啊 Google就是上帝 Google可以回答我所有的问题就是上帝 好了 那今天这个宗教这一件事情 它就不是只是盲从去拜 它会更理性地去想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 所以任何一个信仰它要接受挑战 它也当然要让人们来重新地解释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不好 那生命的意义地重新地再思索 但是我不得不说今天再讲回来媒体这件事 知 当然我们都有知的权利 但是呢 如果建构在一个私心 我们说这是一个好媒体 或是一个坏媒体 今天无论是被权力所绑架了 这是为了我们看台湾的现况 变成了今天这个苏教授说的 被成为政治的附庸的时候 或是被商业化了 市场化了 然后呢 过去是为了电视的收视率 然后色山星 现在为了点击率而无所不假 无所不乱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 当然就是给社会带来一个 我们又另外一个新的 我觉得新的一个大的反省 所以我今天如果说期待 我们如果说未来媒体 我们从事媒体工作的人 我觉得当然每一个人都变成有责任了 都变成有那份责任在我要去点阅的这件事情 我是不是正在破坏着这个社会的秩序 或是我今天要给他按赞的同时 我到底对他了解多少 就好像我用一个故事 我记得我们在说 推动这个社会道德在沉沦的时候 我们把老师们找来 老师们说 这个现代社会的问题很多都是家庭造成 我们后来把家长请来 我们办一个家长的成长 后来家长说 他说其实法师你有所不知 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都是双心 父母亲都很辛苦 我的孩子受谁错误的影响 就是媒体 后来就怪了媒体 我们就办了媒体高峰会议 结果媒体就来了 没时候台湾正在闹某一个主播的绯闻 然后在台上有电视媒体的某一个负责人 他就说这个主播是我的学生 他写的那一段 他就是念给大家听 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媒体人 可是他不是一次被伤害 是无数次不断地被摊在大众面前 不断地被伤害 他就几乎要想走自杀这条路 然后这个媒体人就说了 他说我就叫我家的同仁说 把这个新闻拿掉吧 就不要做了 结果呢掉下来 他说整个收视率 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媒体是靠收视率 广告才肯进来 所以我从而拿掉的时候 收视率就下降了 所以我现在问你们 他就问我们台下的人 我们都是观众 都是听众 他说我想问你们 当你们说不要色山心 你们为什么要看 那时候我放了一圈 哇 原来老师说家长 家长说媒体 媒体原来是我们 所以我们怎么会没有责任呢 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责任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是活在一个 同体共生的一个大的系统里头 大师说这个同体共生的关系 我今天做一个假新闻 难道我不怕有一天我的孩子 就因为这样子而误导了吗 我想我们都应该去想一下 我记得绝成法师有一段 当时他要接受贫民窟的孩子 进来的时候 贫民窟是什么 偷啊 抢啊 吸毒啊 贩卖 枪戒啊 没有人肯 每个都威胁绝成法师 你不可以杀 你不要把这些人带进来 这贫民窟孩子 会带来我们自己多么的不安 绝成法师讲一句话 他说今天我们不给他教育 将来他伤害的是你的孩子 你愿意吗 当然大家一想也对 我们今天能救一个 能救两个 我们能不能就杀一点 就开始去做吧 所以有一年我记得这个儿童 这个如来之子这个教育之后 有一年巴西圣保罗暴动 这个暴动当中没有一个华人受伤 可是华人也听到了很多这么说 他说不要伤害华人 因为他们照顾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你又没有想到 当你在做这件善的事情 它也会启动了另外一个善的循环 所以我们就傻一点 人间福报办报那天 是四月一号愚人节 我们就是用一个傻瓜的精神 就这么去做 我相信我们不求 这是一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 我们不能永远仰望的说 要认个另外一半变好 但是我们总是把好的这一半 再扩大一点 就是五十一对四十九 我们就胜利了不是吗 所以用这样来供养大家 谢谢绝培法师给我们媒体的一个 一个鞭策吧 或者是一个期许 那么法师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不管科技怎么样子 回归到人跟人之间 它需要有那个温度 真的是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启发 因为我想我们媒体 特别是在新媒体的这个时代 面对他们的冲击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在报道新闻的时候 要讲三个度 一个是深度 一个是广度 一个是速度 我觉得 法师刚才所告诉我们的 这个温度 我觉得也是重要的 我们的报道 是不是也能够有温度 让我们的受众 能够感觉到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温度 谢谢法师给我们的启示 那 因此老师 那您从媒体人这方面来看的话 您又怎么看未来的这个世界 那么你又觉得 我们媒体还可以扮演 怎么样子的角色 谢谢我又来当对照组 就 老师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 一个启发 但是这个对于未来的一个情况 当然大家现在都没有办法真的掌握 因为实在速度变得太快 而且科技发展得太快 但是大概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 AI在我们这个未来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在设想 可能我们未来 不会再有什么样的专业的记者 因为不需要了 所以都是用AI我们就可以写稿了 因为现在已经很多的通讯社都是用AI在写稿了 那写了稿以后就AI编辑 AI发稿 然后甚至连主播都是这个机器人 所以未来真的那个画面是很难去想象的 所以可能会变成了没有媒体 因为你所有的平台也好 或者是个人的自媒体网页也好 它都是一个媒体 可能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媒体人了 我们这种资深媒体人 大概就已经是一个 可以变为专有名词的一个这样子的古董级了 所以不会再有媒体人 因为所有的人你们都是个媒体 而且你们都是媒体人 资讯会大爆炸 可是越爆炸 我们越不知道里面的真假 工具也会更加的多元化 我们可以用这个用那个 然后非常轻易简便的就可以传播出去 但是我们会越来越被制约 因为我们不知道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想未来的情况可能就是一个 我们常常讲说 现在假新闻这么多 有图有真相 未来有图也没有真相 因为图也是假的 那在一个很重大的一个 我觉得对社会会造成很大的一个 对媒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是我们不再有所谓的信任 刚才前面几个论坛里面也都讲到说 其实对于媒体来讲 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公信力 就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话呢 因为你说的话是真的 所以我信赖你 那可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 在媒体上已经越来越难找到了 那我记得在Water Cronkite的时候 你看一讲Water Cronkite 他猜测他的情况 有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众说纷纭 最后谁出来 讲说他死了 他说他死了 他就真的就死了 那个人就是Water Cronkite 他出来讲说 甘莱迪总统确实已经被刺杀身亡 全美国哗然 在他那一句话之后 这件事情才能够获得证实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任 请问一下在我们现在的媒体 和媒体人 谁能够做得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呢 所以这是我们 我觉得会面临到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悲哀 所以AI将来可能 它是 我觉得媒体有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像天使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它根本就是个魔鬼 可是将来AI加入之后 它可能可以把我们 一个小小的天使 变成大大的天使 它也可以把一个小小的魔鬼 变成一个大大的魔鬼 所以这完全在一个 无法去掌控和了解的 一个情况当中 所以我自己 自己对于未来科技 AI在我们的媒体界 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我自己是非常的惶恐的 那我在想 可能有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 如果是 反正就进入了AI的人工智慧的阶段 人工智慧都靠什么呢 反正就靠晶片咯 靠这个很多的数据的收集了 所以如果我们将来在AI 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水准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要在媒体上运用的 发稿的这种的 或者是采访的这种报导的机器人里面 我们都能够植入一个晶片 而这个晶片呢 是由真善美文教基金会 所认可的一个晶片 这个晶片 你要做媒体 不管任何的 你要用AI 你都要把这个晶片植入进去 各位觉得是不是一个蛮好的主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 确保我们将来的AI时代 会有一个真善美的未来 所以有这样子的晶片 至少要由佛光山认证 大家好不好 谢谢 谢谢燕居老师 燕居老师刚才提到了说 这个有图有真相 在这个时代 真的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 可以相信的一个东西了 而真的特别是 如我们看 其实刚才李太老师也讲过了 AI不是未来 其实AI就在现在 我们也都知道说现在 因为AI的关系 有所谓的deep fake 就是因为它能够 电脑能够自动地学习 能够深度地学习 所以你给它一个 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 可能从这边拍 这边拍这边拍 它得到了之后 它自动分析跟什么了之后 它能够弄出一些画面 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画面 但是你们看起来都像是我在做的 它能够分析我的声音 知道我的声音的音频的特色 结果我从来没有讲过的话 你们听起来都像是 我讲过的话 这个deep fake 这是可怕的 它不只是用在政治上 也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方面 所以 今年吧 也有一个叫做什么 deep nude的一个软件 就是你随便 因为有了这个软件 你随便找一个人的这个图像 放到那个软件上 它就会帮你自动生成一个 nude的一个图像出来了 造成了许多人的困扰 后来在压力之下 它只好把它拿下来了 所以 人工智能 当然它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的美好 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些可怕的地方 我们需要注意的 那玉林总编 那最后可能请你也来谈一谈 你自己所构想的未来是什么 那么媒体能够做些什么 谢谢吴总 我刚才特别同意李涛老师所讲的 面对未来的这个真新闻 假新闻 其实你最重要的是 当事人自己本身 你用一个怎么样的智慧去看待 对于这个未来呢 我自己的 会比较着重的一点是 我比较担忧的是 未来的人心是怎么样 是会越来越好呢 越来越坏呢 还是会变得麻木以及盲目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们 你看他们看这个手机 看这个平板电脑 他们几乎都没有 除了这个平板跟手机之外 他们几乎都没有放远去看 这以外的东西 所以我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报社 也负责这个学生看物 所以我特别关心这一块 我觉得将来的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今天很努力的去架构一个很好的未来给他们 可是他们跟不跟得上 或者他们的这个将来的这个世界 跟我们的设想的世界 是不是可以衔接上来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倒是值得我们特别去留意的 然后人类的这个道德仿线呢 其实是一层一层的在倒塌中 一层一层的在倒塌中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特别觉得说 媒体的这个重要 因为现在几乎好像只剩下一群关心这个 真善美 关心这个媒体未来的人 会愿意去做这样的这个东西 会设想说将来的媒体应该怎么做 可是很多时候我反而担心的是 我们的这个受众群 其实关心的人有多少 所以我们希望说有一天 有一天会有更多的这个受众 他们一起来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我们做的东西才得到这个相应 才会有这样好的效果 所以我特别喜欢在这个复康工作 我在报社这些年来 在复康工作的那几年 其实是我觉得人生最快乐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在 有时候我非常同情我新闻组的这个同事 在我们的WhatsApp Group里面 我看他们一天有超过一百道的这个来回 他们每天就在为这个新闻 为车祸 为政治 一堆的新闻在讨论 可是很幸运的 我可以置身度外 因为我只负责这个复康的部分 我每天就翻开美好的东西 所以我每天回来报馆 我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有时不舍得下班 是 因为来到报馆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看书也好 看复康或者是 因为我不断是想再去寻找感动力 我想把这个感动力交给我的读者 让我的读者来感动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上任 我一共有经历了五任的总编辑 可是我五任的总编辑呢 都放过我 不让我去碰新闻 只让我专心的去做好这个 复康跟文教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非常感谢我的报馆 请讲总编辑 可能已经是年轻的从业员 还有未来的从业员 给他们一些鼓励 让他们知道 未来宣传真善美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请去被法师 谢谢 我最后一分钟我想跟各位说 当我们在看也许影片也好 或是大家所传达的今天也许 对西云大师非常崇高的这样子一个肯定 别忘了他其实在社会上 其实还是有一群人对他非常的给他批判 给他甚至传播了一些非常负面 甚至我应该说非常不正确的一个讯息 其实我也必须讲回来 当时办真善美新闻贡献奖这件事情 其实最早是叫新闻奖 我们后来发现新闻是被局限的 我们觉得应该再扩大一点 叫传播奖 高教授每一年每一年都跟我们一起探讨 怎么样让他是更有直接的影响力 我就思索一个这样的 可能他就是媒体的受害者 他就是被贪在这个社会 被欺负的一个我们应该说被媒体受害的一个人 可是当西云大师那时候跟我说 我们来办媒体新闻奖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反而是不开心的 我当时说师父 当时对台湾的媒体是非常地失望 因为断章取义而且扭曲事实 那甚至呢都是传播不是正确的随便抓一句话 然后就完全扭曲了原意 他是一个受害者的这样的角度 我当然很不忍 我讲了一句话 我说师父啊 台湾还有能受奖的媒体人吗 那时候是非常地不开心地讲这样的话 那家师呢就新闻大师就桌子一拍 他说学陪你听好 出家人永远没有失望的权利 我们永远要带着社会往上走 说起来想 哎哟 天啊 我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我相信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还是不要失望 我就带着 正因为有这么一个老人家 九十多岁了 他即使被多少人给他扭曲了很多的事实 但是他依然抱持着 对这个社会充满的 觉得还是要带来希望 他甚至为了说服我 他说你知道吗 很多好的新闻 其实没有人在意记者是谁 但是如果报道不好的时候 大家就骂那个记者是谁 但是记者有时候很无辜 甚至我们是应该鼓励他们才对 把好的记者找出来 所以各位 当你们都知道陈述局的时候 我们后来很努力地去找到了 第一个发掘陈述局的那个小记者 是在台东 我们给他的一个真善 当时给他一个奖 所以我后来发现 我们就是要继续这样做 我还是要说 这是一半一半的世界 我们只要很努力地 那个冲破了那个五十 五十一对四十九 我们就赢了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不好 谢谢 谢谢法师 叶峻老师 叶峻老师 我觉得我不能再做对照组了 太负面了 但是我在想 可能下一回高教授跟王发行人 要再去听大师开讲的时候 麻烦把我带上 我觉得我比你们要需要大师的这个启发 我在想 我们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积极的一点力量 来能够至少把现在的现象 或者是未来可能发生的 做一点点的更正 我在想其实就是刚才 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 星云大师最后说的那个话 就是说你不是神明来保佑 你自己要做自己的神明 那就什么事情 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吧 如果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对这个传播 还有一份理念 还有一个想法 还有一个使命 我们就从自己开始做起 很简单啊 如果你是一个传播人 那么在你经手要传播出去的消息的时候 麻烦你查证一下 真善美 善跟美都别讲了 我们只讲一个真 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做得到 所以能够把这个真掌握住 那还有就是 你如果是一个传播人 或者是你就是一个普通 平常的一个人 但是你有看到你的很多群组里面 在散播很多假消息 麻烦你当个纠察队吧 这个纠察队就是告诉他们 这消息已经被证实是假的了 别再传了 你会让人家很讨厌 但是呢 你以后在群组里面讲话很有分量 我现在就是做那个角色 另外我觉得社会上 对于传播假消息的这种事情 或者是他们的传播人 尤其是传播假消息的媒体人 应该要有一点 给他们一些制裁的力量 什么叫制裁的力量 就是社会其实是有一个道德标准的 比方说我们拿美国的一些例子来看 美国大家记得那个大主播 CBS的Dan Rudder 他这么大的一个主播 这么样的攻击标柄 但是他因为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错误的资料 去说这个小布希总统 在当兵的时候是用了特权 结果他这个资料是错的 他干嘛 这么大的主播就这样下台了 回家吃自己 另外我们看到那个NBC的那个帅哥 叫Brian 我忘了他的姓 他只是在一个场合里面 就是讲了一下他自己 吹嘘了一下他自己的光荣史 他说他去采访伊拉克战争 他做的那艘那辆直升机 就被打下来了 所以他真是个了不起的 占地记者 没看到哇好棒啊这样 但是马上就被人家吐槽 说我是跟着那个直升机的 我们没有被打下来 各种的反应就来了 结果他干嘛 他就被下台 然后换了时段 他本来是晚间的 Prime Time News的主播 换时段下台 然后去做了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频道的一个主播 但是后来连那个频道 都没有办法保住 他就离开了新闻界 另外还有像美国的Fox 有一个很有名的 talk show的主持人 叫O'Reilly 他被控制 他性骚了五个女性 然后用高架把人家封口 那Fox的高层就是他的buddy 所以呢 他还是稳坐他的那个位子 那因为这个举动呢 结果这个让他们公司的女性员工非常的愤怒 所以所有的女性员工站出来 来这个声援这些被性骚的女性 然后来这个指责O'Reilly 结果更严重的是 一共有五十个广告主 想说你不撤换O'Reilly 我们的广告就撤 结果谁赢了 当然是正义的力量赢了 O'Reilly就下台了 那么样子一个 宏起一时的主持人 所以我在想说 这是不是一个社会 一个道德标准 它还是有一个界限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是有一个 一个希望能够 这个社会还维持一个秩序的那个标准 而那个标准有人在突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集合一点力量 给他一点点的制裁 另外就是 我觉得这公民力量 还是要能够予以发挥 但是最后一个呢 我觉得我还是要呼应一下 我们圣志仁 圣老师的说法 那就是 那个制裁要非常的有力量 就是当你做善的时候 我们颁奖给你 奖金给你 但是当你做恶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惩罚 而这个惩罚呢 其实社会的道德标准的 社会道德的气氛的一个惩罚 也许是 也许可以达到 但是其实宗教的力量 就我们每次都说 你会好心有好报 我一直觉得说这句话 给媒体人讲 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那如果你 如果有个宗教的力量 告诉媒体人说 你恶行会有恶报哦 我在想这个可能会有警惕的作用 会比较大一点 这是一个从人性上来看 所以是不是 当然我开玩笑说 宗教的力量 但是我觉得让 让这个 没有媒体专业 而违背媒体道德良知的 这样子的一些的报道 它能够发现跟体会到说 它作恶是有恶报的 我不知道那个恶报是什么 但是它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它有被惩罚到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现 我相信那一个效应 会慢慢慢慢地浮现出来 所以我真的 我的总结就是说 很多的事情 尤其是在对媒体的一个督促 和希望媒体能够有一个传播的 正面的一个未来 这件事情上 我在想我们真的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已经后悔了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希望大家共同的勉励 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那一份力量 做自己的那个神明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请 玉林总编 其实我懂看书以来 我就一直相信文字的力量 当我接触了媒体的时候 我就相信这个媒体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只要自己愿意去做 就一定会有力量的 力量的大跟小 其实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媒体大的话 可能你的力量大 可是媒体小到 你像一个小小的脸书 它还是有 有你的一个影响力的存在 所以我想跟大家共勉的就是 有一千只手 你就做千手观音 有十八只手 你就做准体观音 有两只手 你就做赫长观音 没有手的话 那就做一团光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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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不做总结 因为我知道 我不管做得多好 都做不过李涛老师 所以我选择不做 但是我要邀请大家 以最锐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三个语讲 谢谢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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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谢谢辛迪 谢谢三位语坛人 谢谢 谢谢 先合照一下 是 合照 是 合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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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